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投资了1亿240万新台币的香港电影《3D肉朴团》 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一个香港电影你为什么要用台币来算成本 如果你是显得多一点 那用日元更吓人 一听这片名你知道是一部爱情动作片 而且香港赶在了全世界的前面 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幕3D的三集片 什么CNN WC法新社 许多国际媒体都跑香港来报道来了 3D肉朴团是挺大的事 这个导演他的名字叫孙丽基 你就听这名提的吧 孙丽基 这名就像是为拍这片子生的 那男主角是谁呢 是在香港发展的一位日本男明星叶山豪 女主角是俩日本AV女游 一个叫袁沙央丽 一个叫周房学子 片子上个礼拜才开拍 预计呢会在明年5月份上映 虽然说在内地肯定是播不了这样的电影 但是除了在香港地区 还会在日本 韩国东南亚 甚至是欧美各国上映 业内人士就认为了说这个片子啊 不仅会重振香港票房雄风 还可以带动香港的旅游 因为以前色线上映的时候 那不有专门的内地的观众 组团跑香港去看完整完了吗 业界人士还说呢 这部电影啊 堪称是伟大的一部作品 它的伟大之处在于 甚至它有可能促进了电影 在内地的分析制度 戴上有色眼镜去看 它就不是色情片了吗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你换一个角度啊 去引导这个舆论 结论是完全不一样 自己个家 你网上下载 就这样的片子 你都得提心吊胆 怕人抓你 换一种说法 咱就能排着队 进电影院大方子看 可是我还是不理解一件事 你说这么多人 乌洋洋跑电影院去 坐着看这样的电影 尴尬不尴尬 也可能不太尴尬 因为大伙都戴着3D大眼镜 你看不清是谁 哈哈